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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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素人改造第四期不畏严寒开始了 这位就是我们第四期的改造小姐姐丸子 蓝子身高168 集中106斤 做事也就是身 身错物 哈气 对 然后所以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又美又暖 就是怎么能在宝宾的同时又可以保住自己的美貌 完整的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挺会打扮的女生 但是它想要自己再找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看一下有什么这么辛苦的搭配思路 好 请大家试在这一期的改造吧 又美又暖是我们的口号 它会有一些小疙瘩这种 那个其实粉不要上胎会要冒得很明显 所以我就是先上果果 然后再针对它今天眼圈的地方 然后一些质的地方做的特色 对它今天走的风格都是比较文字面的类型 然后是比较知性比较有气质 所以它眼睛的眼色真的太突兀了 一般我们都会先用一个比较物念的东西去打底 你不要直接上桌刀 上桌刀的话你就会很好 它的顴骨比较明显 因为它是比较往上滑 就是那样的话 我们不要往上滑 就是那样的话 高光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长到这一款 因为它会长得好险 它鼻头比较宽的话 每一米就是打这一块三层 对对 就是比较自然颜色 比较褶色 就是这样子 我们改造第四季开始了 然后首先我们要 热烈欢迎我们的化妆师Merry 重新加入我们 太好了 真的要自己打草菜班 别人化妆了 先说一下就是它一套妆容的想法 我觉得它今天的主题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比较文轻一点的风格 所以它今天的妆其实都很素的 用色都比较保守一点 我们的第一套呢 是完全根据丸子自己的衣橱打造的 因为它一直都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觉得它的衣服真的很好看 但是艺术里我喜欢的几件就是我最喜欢的单品 一个是这种大型的外套 就是秋冬必备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保暖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小领子 它有一个这个色叉在 我们秋冬的时候就不想要太单调 所以里面呢 用这种条纹的那个毛衣 而且我很喜欢这些颜色 都特别的秋冬 然后加上了一个这样的 就是像羊绒的这种暖暖的开衫 再多一点层次感 这样看起来会更暖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又美又暖嘛 有点碰到我这个 加上了一个浅色的 因为冬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把衣服穿成黑黑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穿成浅色呢 奶油一点这样看起来会更活泼一些 这个牛仔裤也算是跟这个领子有一个呼应吧 就是在身色里面有一个浅色搭配 然后这双鞋子呢也是 就是它这个彩色的地方 跟它上面的这个身上的颜色 也有一点点搭配 在秋冬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忽略配饰的搭配 我觉得经济项链真的是一个非常百搭的单品 而且再上项链呢 这样就是在冲前就会有一个亮点在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搭配 就是说冬天你要穿裙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这件裙子是属于一个丝绸的质地 其实我觉得越是冬天的时候呢 你搭配的轻盈一点 看起来会更时尚 如果要更保暖一点穿的话 你里面可以穿一个就是薄短的打底 然后你外面再有这个毛衣 然后这个裙子里面呢 你也完全可以穿这种黑色的打底 靴子的话你里面穿多少东西都看不太出来 而且今年特别流行这种粗筒的靴子 为了就是拉高一下它的比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加了一个小的这种透明的腰带 这边系紧了之后 把这个毛衣塞进去 这样就营造一个假的腰线的感觉 因为这个裙子是比较平滑的实体 所以呢毛衣我们又找了一个这样 就是有这种粗线的针织衫 所以两个可以有一个对比 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单调 加了这个项链之后看起来会这么正式 耳环呢因为它这一身都是比较奶油色温柔系 所以搭配了一个这种有珍珠和小金片片的 这样也有一个灰 然后你冷的话呢 你就可以就是搭一个这样的外套 如果你是出席一种场合 你是从车上下来 你完全就可以这样披着 非常非常的时髦 如果你觉得这一身不够扛住零下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搭配一个围巾 最好是找红色系 因为红色系搭配起来会更有高级感 我超喜欢这一身的 因为本身裙子的材质就是丝织 我出了想丝织的单品 然后这种燕麦色也是我很喜欢 然后再加上 其实大衣上面有一点这种橘色跟裙子 也是一个色调的衣服 所以我整体都很喜欢 这个妆就是它的第三套搭配 用了一个大家一般会觉得比较难搭的 这种毛毛的马甲 然后这个马甲是平时穿的 会有一种像水桶腰的感觉 我一定要需要一个这样的腰带 而且我建议大家身中这种宽腰带 像这个马甲 我觉得它最好的设计点 其实它这个地方非常的宽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个腰带从这儿穿过去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褶皱 然后会勒住一个很长高 而且很细的一个腰心 搭了腰带以后 这一身马上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马上时尚感觉出来了 然后再搭一个 同样是一个毛毛的 然后就搭一个个手包 然后把头发放到这个领子里面去 就是前面都是这种感觉很不经意的那种小碎屑 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是有一种那种 嗯 比较慵懒的性感吧 而且看起来会更时髦 因为它上圈已经很膨胀了 所以下圈我们就搭配一种最鲜瘦的这个裤子 然后就是等于说上圈和下圈有一个这样比例在下面 我也希望它能穿一个比较帅气的这种马丁靴 其实这个之前在星星座那个里面就已经出现过 然后看起来整个人是那种又时尚又帅气 而且还非常地保暖 因为里面我给它搭配了两层毛衣 为了让它看起来不太单调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 今年特别流行的金色链条的链子 这个链子跟上一个是不一样的 上一个为了搭配它毛衣的那个花纹 我们用的是一个粗的 而这个呢 因为它都属于比较细小的纹路 所以我用了一个这种有两个 一个细一个粗的这种有对比的链子来搭配 这样看起来会精致感提升一些 这些我也很喜欢 就是因为靴子本身是我今年特别更好的马银 然后这个皮裤呢它就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如果我们俩都真的挺喜欢的 到时候我会把链接放在那个评论里面 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 又美又暖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从上面多层次穿搭 然后下面穿一个比较保冷的裤子 这样这样会比较好上手 然后穿搭就录到这里了 大家最喜欢三套里面的哪一套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觉得大家还想看什么类的主题也可以告诉我们 给大家做一个你们比较很兴趣的话题专期 谢谢你们看这次自然改造 拜拜